大家好 养文心兰的花友应该都知道 文心兰的话是比较喜欢温暖湿润的生长环境 那么很多花友在夏季的时候 养文心兰呢就经常会犯一个错误 觉得文心兰他比较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 那么就给他盆土里面的经常灌水 那么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做法 文心兰他喜欢的是湿润的生长环境 而不是土壤环境 如果我们经常给盆土灌水 保持盆土湿润的话呢 就会很容易导致它出现闷根烂根的情况 特别是有一些花友 它种植这个文心兰这个盆土 还有机制呢 这个通透性透气性不好 那么如果我们浇水浇多了 就很容易出现闷根甚至是烂根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养文心兰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文心兰的话 它的这个根性的话 其实是喜欢一个偏干的生长环境 它不是喜欢湿润的生长环境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养护的时候呢 给它浇水 建议大家最好就是干透焦透就可以了 想要浇水的话呢 我们就要观察这个盆土机制的这个干湿情况 机制干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才能够给它浇水 没有干的话是千万不能够浇水的 保证文心兰 它适宜的这个生长环境呢 就要经常给它喷洒水物来增加空气湿度 这样子的话呢才是比较适合它生长的一个状态 当然呢在夏季要想它长得好 我们除了要保证这个湿润的生长环境之外呢 我们还要给它适当的补肥 夏季其实也是它的生长旺季 那么我们如果想要简单方便一点 大家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一点缓湿肥 但如果你想要给它喷水物的时候呢 适当的给它喷肥 那么我们可以用上这种南科专用的 有金养叶也是不错的 所以大家在养文心兰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 文心兰呢 可以环境湿度偏湿 但是呢 土壤一定不能够过湿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